25号陕西渭南铜关县小麦收割正式开始 这也标志着今年陕西小麦下收 由东向西陆续展开 我现在是在渭南市铜关县秦东镇的西敖村 由于这里地处关中平原的最东端 地势高光照强 每年这里都是关中地区小麦成熟最早的地方 那么现在呢 在我身后三台收割机是整装待发 它们将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将这里的30亩小麦收割完毕 最大限度降低积收损失率 就能多一分收获 挪在地还有一点缝紧上 要调到适合位置 节根必须挪到15厘米以下 你不能搞 农机首黎海来自四川梁山 出发前他就与渭南市农业部门 对接好了行程和作业范围 农机就专门有人来那边接我们吧 我们都是开了离心通道就这边下来 为了确保外省农机跨区作业顺利进行 渭南市在高速路口设立接待服务站 对收割机开展编队护送 免收通行费 设置专用加油通道 送油稻田等服务 据统计 今年陕西省小麦种植面积 1,404万亩 预计6月15号前完成全省小麦积收任务